7点44分的时候发生了有感地震 加以北地区都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那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地震规模是来到5.4 最大震度在宜兰达到三级 双北地区则是两级 在地震发生当下呢 台北捷运一度停驶40秒钟 至于双铁则是维持正常行驶 摇现在左右摇 那个牌子都在摇 办公室悬吊的牌子左右逛个不停 一阵天摇地动地牛大翻身 狂摇八秒钟 大家近乎连连 摇很久耶 17号晚上7点44分 发生瑞士规模5.4的有感地震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 镇央在花莲县政府东方83.6公里处 最大震度在宜兰五塔跟宜兰市区来到三级 花莲太鲁阁台东长滨以及台北新北 也都有两级 加以北几乎都能感受到摇晃 这个地震的震源深度只有16.5公里 属于非常浅层的一个地震 它距离最近的宜兰五塔 它的震度三级的时间只有不到一秒钟 既然测报中心表示 规模5.4地震主要发生在南澳海盆位置 离台湾很远 虽然加以以北都有感 但震度不强 至于台北新一区因为盆定效应 民众可能最有感 虽然规模有5.4 可是它距离台湾很远 所以虽然台湾从加以北都有感 可是震度都不太大 地震发生当下 北街还一度短暂停驶 宜兰列车从关渡往淡水 才刚起步就停下来 等了将近40秒才重新开动 至于台铁高铁部分 则是正常行事 并没有受到影响 接下来最后报道